你知道台湾已经蝉联了好几届的亚洲第一胖国家吗 甚至十个国人中就有一名的糖尿病患者 其实这些都跟摄取了过多的糖有关系 甚至你可能已经中了糖饮 完全无法克制自己想吃糖的欲望 减糖饮食法目前是欧美日本这些先进国家最流行的饮食方式 甚至上是一些欧洲的国家 希望可以透过克制糖税的方式 来减少国人对于含糖食品的摄取 大家好我是减糖天后花花 我是专业的减糖生酮料理作家 除了我的著作还有粉砖之外 我也时常跟媒体合作减糖的相关议题 那我自己执行减糖饮食法之后 成功的在三个月内瘦下12公斤 而且持续的继续瘦 我这两年一共瘦了14公斤 体脂肪从36%一直降到20% 而且两年内都没有腹胖 传统的饮食法 我一天会摄取200到300克的糖量 那那个时候我不管怎么样少吃多动 怎么就是瘦不下来 后来我接触到了减糖饮食法 首先我先借除米质糖的糖的摄取 接下来控制有制糖的糖的摄取量 那我每天控制这个糖量在60克以内 那同时还会搭配着增加优质的蛋白质 以及蚝油 那你会发现用这样子的方式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 其实没有你想的这么可怕 也没有这么的困难 这堂减糖的音频课程 我们采取理论跟食物兼具的方式 告诉你减糖运作的原理原则 以及该如何选择减糖的食材还有工具 让你轻松的开展你的减糖生活 尤其是外食族的朋友 我特别帮你准备了外食的减糖攻略 让你无论是一个人或是跟朋友聚餐 都可以优雅的度过你的减糖生活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各种减糖常备菜的料理 提供大家食材处理 烹调以及保存的建议 帮助你轻松的煮出丰盛好吃一定瘦的料理 减糖饮食法绝对是你可以轻松执行的一个饮食方式 只要你跟着花花老师一起减糖 我保证你可以吃饱吃好 而且可以轻松的瘦下来 欢迎收听轻松减糖 吃出好身材 一刻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